大家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如何看懂前端干嘛 前端干嘛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就拿一个网站来评理 大家怎么样快速的看懂干嘛 OK现在我们就以新浪网为例 来给大家讲一下网站的三个组成部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网站的元素 如果我们从上网下看 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板块评接出来的 一个板块里面都有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文字这个按钮 然后这个图片等等 那么这些元素呢 就是构成一个网站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 就好比我们在画一个人物的肖像画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把它的五官 它的龙获发型身形都画出来一样 第二步也就是它第二个组成部分呢 就是它的样式 有了这个人物的五官 有了它的身形发型之后呢 我们会给它加一些阴影 我们给它加一些颜色 让这个人物看起来更舒服更美观 同样的在网站上面也是 我们会给每一个元素去定义它的样式 比如说这个图片的大小 这个块的背景颜色 还有这几个块它的布局等等 这些都是它的样式 这是它第二个组成部分 三个组成部分呢 就是这个网站的功能 我们知道网站它是区别于画的 画就是静静的摆在那里让你看的 但是网站呢 是要给用户进行一些操作的 然后用户在上面会进行 比如说点击啦 输入啦 呃还有这种勾选啦 这些操作 我们把这些操作呢 都统称为事件 当网站上面发生了这些事件的之后 它需要知道用户在点击的时候 它需要它要做什么 用户在输入了账号密码之后 它要做什么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把它统称为这个网站的一些功能 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组成部分 元素 样式和功能呢 也就构成了这一整个网站 那么这三个元素也同样对应了 我们前端开发里面的三个相互相成的语言 用过html语言呢 我们能够把网站里面的每一个组件摆放到这个页面上 那么css语言呢 就是定义每一个组件的样式的语言 最后一个javascript简称js 它呢就是来给用户的事件定义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它能够把静态网页 就是像一张画一样的一个网页 变成一个具有功能性的动态的一个网页 OK 那么了解了网站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看代码了 这边呢 我用的是谷歌的chrome浏览器 在chrome浏览器中呢 我们可以直接按F12或者右键检查 然后右边就会弹出来这个浏览器自带的这个调试器 那在调试器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的前章代码的 后台的代码呢 是看不到的 这个后台代码因为涉及到数据的传输 经历性比较强 通常来说都是加密 不会暴露在前台的 这个element这个tab下面呢 就是这个网站的html代码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里 虽然只有四行代码 它这三个带箭头的这些目录下面呢 还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行代码呢 就是html语言了 我们观察一下它的结构 其实跟我们电脑上面的这个目录 文件目录的结构非常非常的像 首先它是有一个最底层的根目录 这个html 然后这个有点类似我们的这个我的电脑 然后在这个我的电脑下面呢 它又有这些固定的这些分类 那么在html语言里面也是一样的 它下面呢 这个head body这些东西呢 都是固定的 我们知道G版里面包含了绝大部分的系统文件 还有一些应用程序等等 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同样的在html下面的这个body 也是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那大家在看我的鼠标 放到这个body上面的时候 左边的这个网页全会全会蓝色 也就是说呢 这个body的代码 其实就是这个网页的代码 OK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body展开之后 我们下面看到的 这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左边页面的主要代码了 那我的鼠标放在第一个 这个div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这边也全会全会蓝色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网页的代码呢 是在这个里面呢 那我们看到在html代码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由一个名字 然后外面有一个这个括号组成的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标签 标签呢 也就是html语言最基础的元素 那么这个body标签 下面我们看到最常见的标签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div标签 div标签它表示的就是一个块了 这里的每一个块呢 都是网站上面的一些元素 我们从上网下看 我们可以发现它是这样 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 然后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 底下又 底下从左到右并列了三块 这样子来布局的 每一块呢都是一个div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 这里又一块 每一块就是一个div html里面除了div标签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标签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左上角的这个小箭头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图片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一条顺序里面 定位到这个图片 所对应的代码了 那我们看到图片它的标签 是这个img这个image这个标签 我们再选一个 比如说这行字 这行字它的标签呢 又是A开头的一个A标签 那A标签表示的就是链接的意思 我们看到我把鼠标 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它是一个可以点击跳转的组件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html语言的时候 也其实就是在学习 它的不同的这些标签 以及如何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组成这样的一幅画 那我们现在知道的 这网站上面的每一个组件 是怎么被摆到上面来的 接下来它的这个样式 又是怎么弄的呢 那我们看到每一个这个div标签 到后面都有一个class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class表示的 就是它的样式 class里面写的这些单词呢 比如说这个class等于套牌 class等于套牌 这些东西呢 就是它的样式了 那么我怎么知道 这个样式是什么呢 我可以通过调试器里面 底下的这个dial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 来改来玩一下 比如说这个 我们把它的高度改成125 那它的高度现在就变成了125 那为什么三连这块div也变高了呢 那就是说明下面的这个div 它同样用了 我刚才修改了这个样式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点选择这个小箭头 我们点一下它 可以发现它果然也用了这个样式 所以它的高度同样也是变高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调试器里面 自己修改来玩一下 OK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这个body标签下面 它除了有一大堆的div 也就是我们页面上的这些组件之外呢 它底下还有两个style和script标签 这两个标签它表示的 并不是我们页面上的组件 style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css代码 我们刚才在底下调试器里面 看到的这些样式呢 都是写在这个style下面的 然后script标签呢 里面放置的就是我们的js代码了 嗯js呢 刚才我说它是定义用户事件规则的一个语言 并不像是我们的组件 例如这个div标签这些东西 是可以在页面上面看到的 那么刚才说的html语言呢 它是由一个一个的标签构成的 而js语言呢 是由一个一个的方法构成的 方法指的是什么呢 方法其实就是一个规则 例如说当用户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的页面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就是一个规则 然后在变成语言上面 我们把它做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就是这里 我们看到的这个function 就是一个方法 OK那么到这里 大家都应该能看懂签单代码了吧 在代码里面呢 只要找到body这个标签 body下面呢 就包含了我刚才说的 网站构成网站的三大元素 第一个就是各类的div 也就是它的组件 第二个我们找到style标签 下面就是包含了它的样式 第三个script标签 包含了页面对用户的 各类操作处理的一些规则 OK那么代码就先看到这了 不知道你们都学会了吗 当然刚刚看的代码呢 虽然只有短短几行 没有多少 但其实像现在我们这种功能比较多 内容也比较丰富的网站呢 它的代码肯定不只是短短几行的 那么一定有同学会问 正常的代码写下头更会晕了 对没错 头确实会晕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做起的 短短都会使用框架 或者是一些js库来进行开发了 它能够使开发的效率更高 代码更加的简洁